朋友们好,我是蝌蚪爸爸 今天我们用Lumia做一个渲染测试 流程很简单 Lumia和Sketchup契合度非常好 你看这些效果都很好 国内官网有7.5试用版可以下载 国外官网有8.0试用版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了,我们测试看看 新建一个空白场景 Lumia很像游戏的地图编辑器 操作简单 用它做简单的地形 然后把我们的模型导入 Sketchup模型尽量存2016以下的版本 导入后调一调材质 如果发现哪不对 可以返回Sketchup 修改模型或者贴图 这里我给Cominghouse的墙面 换一个清除点的贴图 再次进入Lumia通过材质栏刷新模型 点击这里 重新导入模型 目前最新版本是Lumia 9.0版 我这试用的是Lumia 8.0版本 Lumia的素材库里有很多实用的材质 和实用模型 在景观控制栏打开海洋开关 用它的自带工具描绘出小岛 物体栏有各种素材可选 我们来种一棵椰子树 放一张躺椅 挑点人物做个场景 放好物品 在相机窗口定义场景效果 预制效果就很不错了 稍微调一下阳光 做出卡通化的效果 从模型到出图非常快 直观有高效 很便捷 今天就到这吧 感谢观看 再见